Hello 大家好 我是Bushman 在上一个视频里面我有提到说 下一个视频我要录我新的2019年的手帐安排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录一个翻翻看 耶 不好意思 A5的翻翻看让我们先录掉它 MD Notebook A5尺寸的空白本 我喜欢这个本子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而且这个本子里面已经有一部分 在以前的翻翻看视频里面给大家看过 所以今天呢我就想从后往前翻 翻到前面大家看过的部分 我们就翻快一点 首先呢最后一页 这个半页纸我没写字 这一张其实是它的封底 我有在上面写美丽的花想同你分享 是我之前做了一个视频里面 有在这个本子上面写一点字 当时我是写到了这个地方 这一页呢是我要发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在后面才发出来 所以这一页也先布给你们看 然后就翻到这里就是倒数第二篇吧 有很多人很强调留白这件事情 我到最近呢也蛮喜欢留白这件事情的 因为你整个要书写的那个范围会变得比较小 A5尺寸是比较大的 如果你去留一圈白的话 它那个你要工作的区域就是显著的减少 我觉得还蛮酷的 我不是新上了几个套装吗 然后我是记录当时的那些事情 这个橙色跟蓝色这个主题 我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在前面这一页 这有录一个视频吗 大家有看吗 就是我的穿搭的那个香奈儿5号的那个视频 再往前翻嘞 就是一个在我的手上里面特别常见的一种主题 就是比如说我最近生活中常用到的一些小物什么的 整个画画这两年多以来 我最爱画的就是小物 就是这样的一些小物 对了这个是京都的那个 就是这个护手霜 你们有买过吗 就是那个女的 我不知道那个牌子叫什么 然后她家有一个固体的香水 固体香膏 那个东西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那个味道还可以 再往前嘞 又是乱画 你看当时我在那里试那个斑马的复古5色 我都做了一个试色这个地方 然后下面就空出来也不知道干嘛 所以就顺手就随便写了一点东西 再往前就是这种特简单的 我其实有一段时间 写手帐写的特别少 我当时我就是往桌前一坐呢 我是很想写手帐 但是我就想说写手帐 我总要贴点什么画点什么吧 我心里的道理我都懂啊 手帐不一定非要装饰 但是我往那里一坐 我就有这个想法你知道吗 有这个欲望 可是我又不知道要去贴什么 我也不知道要去画什么 然后就兜兜转转一个小时过去 好写手帐的时间也过去了 也没有了 所以就没有写 然后后来那段时间呢 我就想干脆在我想 有事情想记录的时候 就把那个文字写下来 装饰什么的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就有写一些纯文字的那些 也提高了一些写手帐的 写日记的频率 我还蛮开心的 我天天跟大家分享文具啊 手帐这些事情 我自己都 道理我都讲得出来 但是我自己都很多时候是做不到 都做不到不在意装饰 然后只是记录自己的生活 自己想法 这个是我当时用 国语的那个自动铅笔 一直到现在都是我的一支 大爱的自动铅笔 当时射了一下这个自动铅笔 在这个MD的纸上面 真的是一个完美 超好用 然后这个就是 我当时写一些纯文字什么的 就是一直以来 在没有横线的纸上 都能写 把字写直 这件事情 让我自己也是相当的骄傲 哈哈哈哈 你看这一页就是 写的应该还算整 下一页太可怕了吧 这应该是没有给大家看过的 就是有些时候 然后你写手上就会把你自己发神经的那一面 就会展示出来 你看这个画的真的不行 我画的是Instagram上面一个日本的穿搭博主的一个照片 然后我就当时说 在日本 我去日本玩 然后看到街上的妹子都穿的是那种 就是他们流行的那个风格 你知道 然后他们穿就是卖家秀 然后我一穿就是卖家秀 下面是新西兰的冬天来了 快跑路 winter is coming 新西兰冬天蛮长的 因为新西兰不是一个很热的地方 就夏天 我跟大家讲过的 我们夏天连电风扇都不需要吹的那一种 夏天特别好过 冬天也不会非常冷 也会是淋上 也不下雪 但是它时间比较长 就整个一年四季都处于一个偏凉爽的状态 这个又是乱画画了 看得出来 好像就是What am I doing 自己都问自己在干什么 发神经病 这种也是 就是有时候你也不想 有时候不想写字 想随便画一点什么 然后当时可能心里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情 什么的 就画出来了 画的不够好 所以表达的不够到位 自己现在看也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 这页手帐我有po 就是当时这个本子就最后只剩这几页了 我就想说这个本子终于要用完了 我用了那么久 我下一个本子要用什么 这件事情好苦恼我 然后我就选了几个 我觉得可以考虑作为下一个本子的选项 画在了这里 最后我也的确有在微博上 让大家帮我投票 好 大家又给我投了一本 A5的MD手帐本 所以我现在又在写A5的另一本 这个本子开启了 这一页手帐我有记录 他画的这个过程是用彩色铅笔画的 我自己很喜欢这一页手帐 彩色铅笔给人那个感觉特别温柔很柔和 很喜欢那个效果 但是你画彩色铅笔的话 就真的需要很有耐心 是不是 你画水彩可能三两下的涂好了 彩色铅笔要一点点去叠加 但是是整个不一样的一个过程吧 我觉得画画的同学会享受这样一个过程 这也是彩迁 那阵子就特别喜欢彩迁 再翻过来 这个这种其实真的就是偷懒型的 因为你看画画的很大 这种画呢 其实蛮容易画的 因为它线条都很简单 画了一下自己吃的早餐 然后香水啊什么的 我看到这个早餐 我想到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早餐 就是吐司烤了之后 上面抹杏仁酱 然后再在上面摆香蕉片 那个早餐我吃了一年多都没有变过 我是这样一个人 就是我不需要换花样的 就是一个东西我觉得好吃 我可以一直吃一直吃 不过现在整个我的饮食结构都改掉了 所以我现在回看这个 仿佛是好久之前的事情 就是完全跟以前在吃不一样的东西了 这页我也很喜欢 因为就是很多同学所讲的留白吧 我觉得这个留的比较到位一点 其实简简单单的去构图的话 反而看起来觉得更 怎么讲的 更好像更有看点 好像更得当一些 有时候我会喜欢把画面弄得过满 虽然当时自己是玩得很爽 但事后去看的话 会更喜欢这种清爽一点的页面 好这个就更容易了 这一看就是偷懒 就随便可能心里有几句话想写吧 然后就自己装模作样 配点小插画 它的要点在于 你就是用同一个颜色的笔就好了 就是一页就是一个颜色 看起来好像是用心安排吧 其实可能手边就是这两支笔 去日本参加国狱的展会 这个是现场的一个扭蛋 做的挺梦幻的颜色 然后这又是随手画了 随手乱画 这种画都是没有打草稿的 所以画出来就是非常随机的样子 你像这支笔就好像在水里 怎么歪歪扭扭的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 因为首先我不是很在意 我画的像不像 其次我会觉得这样的感觉 还蛮有手绘感的 真的就是 我觉得我真的是也是够了 就是画的好画的不好 我自己都有话说 这一页是画的真的难看 所以我也没有晒给大家看过 这个呢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很喜欢花时间去画 这样的一些重复的线条 就是看起来它整个有一个整体感 但是呢它又长得都不一样 我喜欢那种又统一 又有个性的一些图案 但是你画这个东西 真的很锻炼你的耐心的 这样真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试试看 这个过来是拼贴印章为主的 这种这个都是那个空间站的一些元素吧 在我的手帐上其实不是那么常见 我可能还是写字跟画画多一点 但是每次玩印章去贴东西 也还是蛮开心的 下一页就是贴了非常多机票 都贴在下一页 翻过来这一页呢 我有在视频里面 录这个手帐的过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就是也是另一种发神经的状态 不知道在想什么 就会我有时候会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我会把这样一个过程录下来 因为不录下来的话 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是怎样一个内心的状态 对不对 这样来看这种很浓重的颜色 其实还蛮有趣的 这一页也在视频里面录给大家看了 这个写的过程叫做一次补一周的手帐 很多人吐槽我说 以为我要写七页手帐 我就搞不懂了 为什么手帐这个东西要默认一天写一页啊 再翻过来呢 是我做了一首诗 在这里 这首诗的名字叫 明明 哇塞 好有诗意的感觉 普利斯给我等等 就是又是那种赶那个deadline的那种日子吧 然后翻过来 这个又是一个拼贴为主的 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一页的 就是字也还蛮多 但是整个看起来又不觉得特别的乱 虽然我是个拼贴废 但是有时候还是能拼出几个 还能看的那种效果的 好尴尬 这一番都翻到2018年了 就是圣诞那个时候吧 一看就是圣诞那个时候 就这种飘带 丝带那种类型的brush letter 我自己是蛮喜欢这种效果的 有机会录视频的时候再展示给大家看 这个呢是去年的上海的国语展会 上海的kokiyohaku 在上面画一个 我拿了一个云台 然后前面是手机在直播 就手上拿了一个印章准备按下去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我是照着一个照片画的 但是就是画人是我非常不擅长的事情 所以画的不是很好 再翻过来这一页呢是一笔流那一种 就是一整页只用一支笔 哎其实用了两支笔哦 这里有图灰色的阴影换了一支笔 棕色调为主 我自己是喜欢这页的 我觉得线条挺简单 然后又有重点 一笔流也确实是我自己很喜欢一件事情 这里有写 以为这是一场闷 摸摸陀罗不是闷 是高晓松的一条微博 那是好多年前了 我是因为那条微博 然后起的我的这个名字叫不是闷 这边是佩奇 我很久没有用那个涂黑底液 涂黑底色这个大法了 当时有用一下 这一块是撕一张黑色的纸 然后我就把整个底色 也涂成了黑色 这个效果不是太好 Anyway 佩奇很好画 用那个不透明水彩画的 这个是我第一次 在不打线稿的情况下 用水彩颜料 我的妈呀 狗啊不要叫了 应该是我的快递来了 等一会儿 朋友们我刚刚收到我新包裹 要不然我们突然穿插 一个开箱在这里吧 因为我真的很想赶紧打开它 Superior Labor 我买了什么快速的开 这不是一个开箱视频 赶紧的 我买了一个什么 叮 我买了一个 Superior Labor家的 哎拿反了 等等一讲 我买了一个 The Superior Labor家的 火叶本 我找遍了全网 都找不到一个人去分享 他用这个本子 我真的很好奇这个本子 所以我买了一个 我买的是裸色的 你看它是这种光滑皮 但是它好软 我的妈 我好喜欢这个本子 它是Cross的环 然后目测是20毫米的直径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是裸色的 哇塞 我好喜欢这个本子 好了好了 赶紧拿开 我们继续看手账 之后再跟你们分享这个本子 来来来 回来言归正传 这个是我之前采访派通的一个海外部长 有这个采访的视频的 然后我就有画了一个这个部长本人 这是我第一次直接用水彩去画人 我自己超满意的 用铅笔去画的话都画的不如这个 所以我自己很满意 然后这都是水彩啦 这3776啦 画的啥呀 2018年November 在上海第一次做直播 当时其实现在已经直播过很多次了 我觉得直播真的很有意思 然后跟大家在直播里面互动 很好玩 然后每次有超多福利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的直播 我真的觉得很有趣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自画像 我当时自我感觉画的蛮像的 但是我要趁着你们大家没有见过我 我要声明我的脸没有这么胖 反正你们也没有对正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再翻过来 这又是一笔流画的椅子呀 鞋子呀 一笔流画的手帐本 这是你们觉得我很丑的手帐本吗 我的Wix真的是 这一页又是在视频里面 给大家做的一页手帐 这个是在飞机上画的 就贴到这个手帐本上啦 这好多 其实好多都有用视频记录下来 我觉得我以后真的应该多做这样的视频 因为整个过程都有记录下来 会觉得 就时间被保留下来的更多的感觉 蛮奇妙的 这都是用软头笔一笔流 其实这一页也是个一笔流 我用的钢笔 然后用的这种带金粉 带银粉的墨 这边是金粉的墨 这两个颜色我都觉得很妙 好像没有机会在视频里跟大家分享过 这两个颜色都很小清新 也不常见 而且是带闪粉的 这一页又是什么情况啊 可能是看我很喜欢的一个插画师 他的画总是这样重叠着 所以我当时自己也试了一下 好 这是什么情况呢 一个失败的古人 所以这一页就这样了 有很多人说他在手张上画废了的话 他会想要撕那张纸 我就不会 我就翻到下一页默默的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因为你们会看到再下一页更可怕 再下一页也是画失败了一页 我画了一个 我画了一个男青年 吊在一个足球的射门的门的柱子上面 我不想说是小哥 可是我画的这个确实是小哥 感觉有一点对不起他 这一页其实我还有点喜欢 就觉得这一页有点嚣张 然后有一点有个性 这样看起来我的手张真的还是画画比较多 这一页空起来了 是因为这边贴了这两个照片 是因为这边的这两个照片贴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底色有点花 所以我就不想在这一页上写了 我就翻过去了 这个大家有看这个视频吧 应该 这是我做的另一个视频 早上我是怎么度过的那个视频 这一页也没有写 是因为当时这一页要录视频 我希望它的底色能就是干净一点 因为你这样看的话 你会看得见后面有很多字 所以当时为了做视频好看一点 我就新翻了一页 那这一页就又没有写 这个是一次钢笔试色 当时戴墨的钢笔很多 所以就想说做个试色 就写到这个本子上来 因为MD的这个纸油很好嘛 就简单的做了一个试色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不光是一个日记本 就好像就是一个随心所欲 拿来随便乱玩的本子 这前面应该真的是给大家翻过的 这个跟后面有的风格有点像 有没有看出来 我有讲过我喜欢画这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真的前面有翻过 我记起来了 所以这个就翻快一点 你可以看到前面 这有一段时间我都没有画画 都是在拼贴 在往上面贴一些东西这样 贴各种素材 这页我是喜欢的 就是我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在我的本子上面画一些文具 一般用水彩上色的话 看起来效果会更 好像更好一点吧 这种就是当时我回国 然后我手边的素材非常少 所以我就基本上是一笔留在画 这种画还蛮需要耐心的 这边 这真的是翻过的了 快一点翻 就你可以看到我这本手章真的写了句就有没有 都是有拼贴的也有后面画画的就 这一页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 当时我去买菜回家之后 那个袋子垮掉了 然后就弄得很狼狈 我就第一反应是我要拍一张照 我就觉得已经 哎已经无语了 生活对我这个小可爱下了手的那种感觉 这一阵子都在撕杂志啊 在拼贴 前面真的好多拼贴 我自己不翻都不觉得 真的都在贴 不过你看这种就很满 好像还真的是后面那种有留白的 看起来会好看一点点 这也我很喜欢 绿的蓝的 哇这前面真的全看过了 这都真的都翻过的 不知道大家这一年多以来 日记写的多不多 我真的从2018年 2018年一整年写的不够多 我是希望 接下来的这一本能够多写 目前来看我每天都写 目前坚持的还不错 这个也是视频里记录的一页手帐 当时有剪这个银杏叶子 你看这些叶子夹在手帐里 还是蛮有趣的 要翻到头了 要翻到头了 好了这是第一页了吧 对2018年的1月1号 开始用的这个本子 你看真的用了将近一年半 我真的觉得好 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 其实也没什么了 这就是过去一年半里面的 非常多个小时 写手帐很多时候 就好像你把时间抓住了 把它变成了看得见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满满的一本 都是记 都是回忆 也是很棒的 那好期待 接下来的那一本能快点 也来做一个翻翻看 因为我觉得 反正整个写手帐的过程 是觉得很开心的 我对自己最大的要求是 不要让这件事情变成负担 如果它对于我来讲 是一个享受的事情 我要做的就是 维持它成为一件享受的事情 不要就是说 手帐写的少了 就怎么样啊 觉得自己浪费了钱 浪费了本质怎样的 好 今天要讲的就这么多了 今天还穿下了一个开箱 在里面 简直是老天的安排啊 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我们再见咯 朋友们 拜拜